以猴子为时的大型猛禽 若是将它们引进峨眉山 那些当地的猴子还会如此霸道吗 它们会是什么下场 在我们中国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就若是山里面没有老虎的时候 那么猴子就能在山上要舞扬威了 可见猴子在大家心目中 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就是一位去到峨眉山旅游的游客 正在路上走着 突然远处就来了一只猴子 甚至还想要和男子打上一架 一时之间拉扯不开 根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的说法 这只峨眉山猴子 因为看命地拉扯游客的衣服 以及手臂 为的就是继续抢对方的包 而游客就在一边 使劲地挥舞着自己的拳头 想要赶走对方 但是对方很紧 于是就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棍子 准备用来驱赶这只泼猴 但是很快 它们不只会抢夺人们的食物 以及背包 甚至还会对一些人 直接拳脚相向 甚至有声 而这群猴子就好像是知道 游客们不能随便打他们 拿他们也没办法 所以越发的肆无忌惮了 让钱去到峨眉山 这些猴子还敢这么放肆吗 爱吃猴子的猛禽 沼子甚至比狮虎还要更加锋利 脚雕有多凶猛 这种猛禽来自美洲 主要栖息在美禽了 它们的体长一般都在一米左右 翅膀张开能达到两米 个别更大的能有2.2或者2.3米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压迫力的 并种颜色 黑色 白色和灰白色三种 最好看的就是它们位于头用帅来形容 因此还有很多人会将它们称为是鸟界男神 但是更有趣的是 它们的正脸却和侧脸相差太多了 如果侧脸是男神的话 那么只不过它们的捕食能力 确实是不容小觑 作为一种肉食性的动物 它们的捕猎范围极为广泛 就像是鸟类 一些鹦鹉 都是它们食谱上的常客 除此之外 一些食物也很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袭击 当然这一切主要靠的就是它们极为强悍的捕杀能力 那么你知道它们的捕食能力 绞雕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它们的极其锋利的爪子了 可以说是它们最为完美 且最具名的锋利 再加上它们能达到358斤的握力 可以分分钟就将猎物的头盖骨直接捏碎 甚至那些比它们体型很大的鹿 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所以若是将一对 那么峨眉山的那群猴子 很可能会被它们治得服服帖帖的 并且很可能会对这群猴子造成疾 它们的握力非常强 一爪子就能将猴子的脑袋直接捏碎 对方就会在瞬间失去反击的能力 要知道虽然角雕的体型较为巨大 但是它们在捕食 因此即便是猴子这种非常机灵的动物 它们在面对对方的时候也很难察觉到 而就在它们发现对方之前 可能还敢抢夺游客的东西呢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设想罢了 若眉山猴子还没有到难以控制的状态 况且角雕数量也没有很多 并不是那么好引进的 好了 本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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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